2031 香港商部承諾總裁人選不在限歐洲 2015年7月27日國際時事A16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副總裁、原美國花旗銀行總裁和克林頓政府期間 美國財政部資深官員李普頓 更一再接受專訪時刊見地承諾說 該機構總裁人選今後或將不在限於歐洲 他指出 我們的管理體制必須全面改革以便更好地反映一個快速變化中的世界 分析稱 或許是歷經希臘債務危機的跌倒起伏之後 IMF 的領導曾愈發意識度改革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建立的 一直由美歐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的緊迫性 11位總裁中近半來自法國至1944年在布雷頓森林會議後創建以來 IMF 或世界銀行長期在穩定全球經濟的努力中扮演了關鍵 但或許有時充滿爭議性的角色 不論是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非洲數十年來的援助發展 還是近年來在歐債危機中對愛爾蘭、葡萄牙和希臘等國實施的援助貸款計劃 IMF 軍事以貸款換深層改革方式來推動貸款過擴大自由市場元素和減少政府開支 不過在近年來 除光甚雕 印度、巴西等經濟高速發展國家的經濟實力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國際間不滿 現行歐美壟斷管理體制的聲音也越來越高 以押金為止IMF 的11位總裁中近半數軍來自法國 IMF 意識到被邊緣化危機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 前任IMF 首席經濟師羅格夫就增多次坦率指出 IMF和世界銀行要求最高管理人必須是歐洲人或美國人的條款現在已經過時 而且顯得十分可笑 從副總裁利普頓接受 專訪中的答問可以看出 IMF 高層已經清楚意識到潛在被邊緣化的危機 特別是在最近一期的希臘債務危機中可以看出 面對民間強力抗議的希臘政府就增幾度希望擺脫IMF 而轉向其他途徑借態 利普頓承諾 下一任IMF總裁將不再會有必須是歐洲人的前提條件 而將向世界各國的優秀人才開放 長期對布雷頓森林體系持批判態度的知名經濟學人 尼桑對利普頓的最新承諾也表示歡迎 他說 我們等待這樣一句承諾已經二十年了 這是一個重要的新發展 期視頻 hardened 接著會議